欢迎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 是关于我们Python爬虫的一个小案例 采集我们动漫的一个数据内容 用到的一个环境是Python3.8的解释器 编辑器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拍卡 模块的话是我们的一个Request RE和我们的一个OS模块 像Request的话 它是一个第三方模块 需要大家自己去在CMD里面进行安装 这两个的话是一个内置模块 直接安装好的环境的话就可以用了 那我们今天的话做一个爬虫案例 我们都说过 爬虫案例的话都是有一个什么呢 它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流程思路 基本的一个流程思路 这个流程思路的话 大概就是分为这两个 第一个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 第二个是我们代码实现的一个步骤过程 对不对 那数据来源分析什么意思呢 就第一个确定自己的一个需求 需求什么意思呢 就采集哪一个网站上面的什么数据内容 那我们今天要采集的话 就是这么一个网站上面的一个漫画数据内容 那采集漫画的话 我们怎么去分析它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图片内容来自于哪里呢 其实爬虫的话还是比较简单 就比如说我自己就随便选一个好不好 这个什么某天成为成为魔神对不对 就这个首先的话我们正常的话 我这里给大家去写一下 就正常的一个访问的一个流程 是什么 先第一个选中 对对选中我们的一个漫画 然后点击去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目录页面 目录页面 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一面先进去 然后第二个呢是吧第二个正常的话 我们会选选择一张漫画内容漫画内容 漫画内容是不是 那选择漫画内容之后的话 它会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漫画页面 到我们这一个呃对吧 我们就随便选中一张 对会到这一个漫画的一个内容 到漫画内容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哎接下来我们就是第三个 哎查就是查看 就是看我们的一个漫画内容嘛 对不对啊 就是我们正常的一个防御流程是这样子 那我们代码去写的话 那我就要去干嘛呢 就按照这个步骤 我先获取它所有的一个什么 先去干嘛呢 就是哎进入到 就是请求我们的一个列表页面 列表页面 列表页面 然后呢请求列表页面 然后获得我们的一个 获得它所有的一个章节链接 章节链接 得到章节链接之后的话 我们再去干嘛呢 请求我们的一个章节链接 章章节的一个链接 然后获取所有的一个漫画内容 把所有的漫画漫画内容的一个URL地址 就是它的一个图片的一个地址 给它获取下来之后呢 我们就是第三步就是干嘛呢 我们原本的话是看嘛 那我们现在就是保存数据 把我们的一个图片漫画的一个图片内容 图片内容 哎保存下来 好吧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 正常流程 那我们去做数据来源的一个分析的话 我们直接你将这样子的话 我们正常人肉眼肉眼去看的话 是可以这样子看到 但是它的一个链接 它的漫画图片的一个链接是什么 你不知道 所以说我们得去分析 分析的一个过程的话 就是反过来的 知道吧 分析的一个流程的话 就是从从下面往上走 因为我们先看它 先找什么呢 第一个 这里 那我们爬虫的一个分析的一个流程 分析的一个流程就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先干嘛呢 查看漫画的一个URL 漫画图片的一个URL地址 URL地址是什么 对是什么 对什么样子的 是什么样子的 对是什么样子之后的话 我们第二步去分析 这个URL地址在哪里 在哪里 好吧 我们先来做这两步 首先的话像这个流程的话 我们都是通过一个什么呢 开发者工具进行的一个抓包分析 像我们做爬虫的话 都是要用到这个开发者工具 进行一个抓包分析的 那抓包的话其实不难 我们鼠标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是可以打开这一个界面的 或者说你直接按F12也是OK的 好不好 那么首先的话打开之后 它是一个空白的面板 没有任何数据 我们得去刷新一下网页 刷新一下网页 所以说这一个流程的话 对不对 那这这前两步的一个流程 是怎么去做的呢 给大家去写一下 我们首先F12打开开发者工具 开发者工具 然后呢进行一个刷新 刷新网页 这个的话你们 因为前面这里可能会比较 有一点点小的一个复杂 因为对于很多同学 如果说是零基础的话 你按照这个步骤去栏 做其他网站也是可以的 如果说觉得有点 觉得太慢的话 你们可以用倍速播放也是可以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刷新了之后呢 刷新了之后的话 我们就去看啊 去点击我们 点击哪一个呢 点击这个 Img 点击我们开发者工具里面的 这个img 因为我们要的是图片 所以说我们相关的一个图片内容 都在这一个img里面 都在这里面有的 这些的话 都是它的一个图片数据内容 看看这是它的一个logo图 对不对 那我想要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内容 它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看一看 哎 看到没有 这里的话就是它相关的一个漫画内容 对不对 哎 这个好像还是投降 那我们就往下滑一滑 让它的一个数据全部加载一遍 全部加多加载一些出来 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漫画内容 那我们请求的链接是哪一个呢 就这个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漫画地址的一个链接 那这个链接有了 是不是我们前面说过 第二步分析这个链接是从哪里来的 我先把这个链接给它复制过来啊 复制过来 把这个关了 嗯 样子是这个样子的 对不对 那它的链接从哪里来呢 这个的话就要通过一个什么呢 通过我们的一个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 就开发者工具里面是带有这么一个东西的 开发者工具里面是带了这个搜索功能 在哪里搜 怎么去搜 我们就搜索它这一部分内容就行了 搜索这一个点GPG 前面这一串ID啊 搜索这个 复制过来之后呢 点击这个放大镜的一个按钮 点击一下社区 然后的话我们 粘贴过来回车一下 回车之后的话 它就返回了两个数据包 返回了两个数据包 这两个数据包它是有讲究的 第一个数据包的话 来给大家截个图 第一个数据包所对应的就是什么呢 对应的它是图片的本身 看到没有 它是一个什么 点GPG 对不对 就是它这个链接本身 因为我是从这里去 从这个地方复制 复制的这一段出来的 所以说它说肯定是有这个的 那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包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包 或者说对吧 我们的一个图片的一个链接 我们这一张图片的一个链接 是在这里面有的 是在这个地方 这里 对吧 是在这里有 好不好 那我们就干嘛呢 那怎么接下来怎么去看呢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地方 点击之后的话 它就直接对应到了我们这一个链接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图片链接地址 图片链接地址 那它其他几张呢 这里也是有的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就找到了 它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是这一个地方 是来自于这一个链接 对不对 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这一个链接 好吧 我这里的话就是写的比较长 就放在这个地方 OK 这是我们前两步 前两步的话 我们当我们发现这个链接的话 其实它就是什么呢 这个链接就是哪一个 就是我们导航来的链接 只是说它的中文 变成了另外一种一种编码 一种编码 那就有问题了 那我们这一个是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在这个目录里面来的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的 所以说我们想要去 我们想要去获取图片的话 就按照我们前面来的 前面这个说了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这个 我们只需要通过我们这样子 一去分析啊 一去对比分析 OK 那通过我们前两步的话 这样子通过对比分析 通过对比分析 请求URL地址的一个变化 对我们就可以知道 只需要干嘛呢 就获取它的一个数据啊 它的一个漫画内容 都是来自于它的一个章节链接 章节的一个链接里面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它所有的一个目录章节给它获取下来 让我们就可以直接写代码了 就可以直接把它数据保存下来了 那这样子分析完之后的话 啊就可以去实现我们的一个代码的一个流程了 好不好 那代码流程的话 它有基本的四个步骤 第一个发送请求 我们这个发送请求的话就是对于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一个目录页面 目录页面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来了 对于我们的一个目录页面 目录 目录页面发送请求 是不是 那第二个的话 获取数据 这里获取的话 就是我们服务器返回的一个响应数据 也就是我们网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网页的一个原代码数据 所以把网页原代码数据之后 我们就要做第三步解析数据 这个解析数据的话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提取数据 就提取我们想要的 想要的一个什么呢 章节的一个链接 就把我们的一个 就是这个 把这个链接就所有的嘛 就所有的这么多章 对吧 我们每一章的链接是什么 我全部给它获取下来 获取下来之后呢 我们接着第四步 第四步继续发送请求 这个发送请求的话 就对于我们的一个章节链接 链接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是不是 然后第五步还是一样的 要我们发送请求之后的话 都是要去获取它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第六步 获取了相应的数据内容之后的话 就是什么呢 要去解析嘛 因为我们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得到的数据是这么一串 你看几千行代码 几千行 但是我只要其中的什么呢 我只要其中的这一个链接就好了 只要这个链接就OK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啊 就六十第六步还是一样的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个什么呢 图片的链接 图片的一个链接 好吧 图片链接这里的话 其实章节链接 有完的话 还有我们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名字啊 对不对 我们章节的一个名字啊 这些我们都是要给它获取下来的 那这里的话就是获取图片链接 然后把图片链接获取下来之后的话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七步保存数据 把我们这个数据干嘛呢 保存到本地 保存到本地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代码流程和我们去分析思路的一个过程 好吧 就是这么去实现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开始给大家去写我们的一个代码 好吧 去写我们代码 我们可以把这几个的话 给它分段去写 首先的话 像我们发送请求 这里不是有两个吗 对啊 这里有两个发送请求 其实我们保存数据的时候也是去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发送请求 获取数据 其实的话保存数据的话也是包含前面两步的 所以说我们可以给它写成一个函数的 就是我们一二步对吧 写一个函数 三十和四五不是一样的吗 那我们这里的话只直接去定一个发送请求的一个函数 那么首先的话导入一个数据请求的一个模块 import request request 然后呢我们df去定一个get response的一个函数 get response 然后传入一个html 给它定一个形参啊 形式参数 形式参数的话是不具备任何意义的 它是我们要去传进去的一个参数 那我给它去简单介绍一下 df的话是我们自定义函数的一个关键字 关键字 然后get response的话 这个是我们自己定义的一个什么呢 自定义的一个函数的一个名字 这个html是我们的一个形参 形式参数 自己定义的也是自定义的 形式参数 形式参数 好吧 对于函数的话 有可能说有些同学不太明白的话 那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函数相关的一个支点 还是相关的支点 那我们返回的话 返回的就是我们的一个响应对象 响应对象 那么这里的话直接给它去发送请求 像我们发送请求的话 爬虫的一个什么呢 发送请求 这个书法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啊 爬虫的发送请求的话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模拟浏览器对于UL地址 地址 发送请求 所以说我们重点的话是 首先要确定UL地址和我们的一个模拟 对啊 UL地址的话我们就直接给它传这个UL地址就行了 那模拟的话我们就得用到什么呢 用到我们的一个请求头 Headers 模拟浏览器 模拟浏览器 那Headers的话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给他说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字典的数据类型 字典的数据类型 要构建完整的一个净子队 那他相关的一个伪装参数啊 伪装的一个头 伪装的一个请求头 可以直接复制粘贴 在哪里复制 在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里面 点击Headers 点击Headers下面的话 有一个request 看到没有 request 然后呢 我们下面有个user agent 我们把这个UA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加上一号就OK了 对啊 加上一号就OK了 给它加上一号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请求头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用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通过啊 通过我们的一个数据请求模块 去给它发送请求 通过数据请求模块 去发送请求 那么就是request 点上一个get请求URL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传进来的这个参数 HTML 是吧 然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什么 Headers 等于一个Headers 然后我们用一个 自定义变量response去接受一下 那这样子的话 就是我们发送请求的一个函数 然后呢 给它return返回出去 好吧 return返回出去 这个的话 return的话 是我们的一个返回啊 反 返回 相当于什么呢 呃 你可以理解为 就是我们通过调用 在下面的话 在我们代码里面 在代码里面 调用什么呢 调用这个函数 get response 这个函数 函数 它这个函数里面的话 这个函数 会给我们返回 什么呢 返回这个response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这个数据 对啊 就会把这个东西 给它返回出去 相当于把它已经封装好了 就把它封装好了 在吧 就给它封装好 你就拿 直接拿过来用就行了 好吧 直接拿过来 就用就可以了 好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就定义函数 就要调用 给它去看一下 我们写一个函数入口 这个的话 可能很多同学也不知道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函数的 一个入口 当你的一个代码 被当做模块调用的时候 调用的时候 对吧 下面的代码不执行 不执行 好吧 所以说这个的话 我们有时候 你要这个模块拿出去 当做去调用的话 那它的话 就下面的会不被执行 就这么个意思 对吧 那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质量比较多 到时候的话 希望大家去好好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 OK 那么调用一下 定义函数 我们就调用函数 调用函数的话 就是把这个函数名 对啊 拿过来 然后传入相应的一个参数 传的是哪个呢 传的就是我们的 这个链接 把这个目录页面的 一个链接给它复制过来 放里面 放里面之后呢 它会返回这个response 把这个response 给我们返回出来 response 对不对 它是因为返回这个 我用这个变量去接受一下 那么printer 打印一下什么呢 response 点上一个text 来直接运行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获取到我们这一个网页相关的一个数据内容了 看没我们本网页的一个相关的数据内容 就已经就得到了 得到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干嘛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去做我们的一个第二块 第二块啊 继续获取数据 就这个解析数据获取它相应要的一个 获取我们想要的这个链接 漫画名字 还有我们章节名字 对不对 那么就这里定义一个什么呢 定义我们的一个 获取我们相应的一个数据内容 获取我们的漫画内容 获取get info 获取一个基本信息吧 好吧 那这里的话 我们也传入一个什么 目录的一个链接 给它传的话 是传入我们的目录链接 目录链接的话 我们也用个html去接收就好了 那这个函数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获取 获取漫画基本数据信息 就这个吧 我把这个直接复制过来 获取我们章节链接 这是我们前面的一个 第一步 第一步 好吧 那么接下来的话 第二步 接着我们写获取数据 获取数据的话 我们先调用 直接调用 直接去调用我们前面定义好的一个函数 调用 定 调用我们的一个发送请求的一个函数 就前面的一个发送请求函数 我们把这个代码的话 我可以写在这个里面 写在这个里面 写在这个里面之后的话 那我们在这里改一个函数函数名 调用另外一个 调用这个 调用我们刚刚定义好的 它其实效果是一样的 效果是一样的 看到没 好吧 是一样的吧 OK啊 那我们把这个的话 这个链接的话 我们就稍微改一下 就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个 点上一个text 我们就写 把这两行代码就写成一行 HTML 对他 就写成一行了 写成一行之后的话 我们接下来就是去解析数据 用我们的一个RE振折 提取我们想要的数据内容 提取数据 RE的话 我们先导入一下这个模块 导入 振折模块 导入振折模块 importRE 我们用的是RE里面的一个fondout的方法 RE点上一个fondout fondout的话 这个比较简单 RE是模块 fondout的话是方款 找到所有的数据 就是我们想要什么数据的话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比如说我想要的是什么 这个对吧 这是它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名字 我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然后粘贴放到这里面 直接粘贴放到里面 这中间这一段那种数目要的 我们就用过括号 点心问表示 用括号点心问表示 然后呢 从哪里去匹配到 从我们这个HTML Data里面去匹配到 然后呢 我们直接用一个Name 去接受一下 然后把这个Name的话 给大家去打印看一看 打印看一下 那我们是不是就有数据得到了 然后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 返回的是一个列表 列表的话 我们直接根据所有位置取值就好了 所有位置取值 取个零 那它的一个名字 我们就得到了 得到了 这是获取它的一个什么 提取名字 好吧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接下来就取它的一个章节链接 这是提取我们的一个漫画名字 对不对 那么接下来同样的一个方式 去取我们的一个章节链接 那我们首先得看一下它的一个章节链接 在哪个地方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先去搜一搜 那搜哪一个呢 我们就搜这么一段内容 好吧 我就把这个复制过来 然后在我们排查里面进行一个搜索 看一下它的链接在哪里 它链接在哪里 好像是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看到没有 是不是在这里 那我们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啊 直接给它复制过来 对不对 啊 还有中间这一段 我们也要 那我们提取一下 啊 一点上一个 发浪 啊 前面这一段内容 复制过来 然后呢 后面这一段内容 也给它复制过来 也给它复制过来 啊 前面加这么多吗 不加这么多吧 这一段不要 不加这么多 加这么多 看着不舒服 对 我们就给它中间这一段内容呢 我们用一个括号 我们想要的是这个链接 对不对 我用括号 点心问表示 然后中间这一段 不是空了一个这个吗 对吧 我们中间这里的话 也用个点 信问 啊 也用个点心问 嗯 用一个点心问 然后呢 我们去哪里匹配 H接码 对它 然后的话 它因为这里是有一个换行 所以说我们再加个I点S 啊 加一个I点S 那这里的话 就是我们所有的一个章节的一个什么呢 章节的一个链接 章节URL List 啊 章节C CH 啥来着我忘了啊 对吧 直接给它复制一下 所以说对于英语单词 有些东西记不住的话 并不影响你学编程 但可以直接用翻译插件啊 翻译 那这是章节的一个内容 那它的一个名字的话 对啊 名字是在哪里 名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对 这里的话是有它的一个名字的啊 看一下 它这里还有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的话 我们直接复制这个看 检测一下 这个是1115对吧 第41115 看看 哎 呃 对 这里有一个111几11几 对吧 那我们就把这一段内容都给它 哎 用个括号 点心问表示 然后就把这些内容就给它 获取下来 同样的获取它的一个名字 快速复制一下 然后粘贴过来 对 粘贴过来 然后这个就不要I点S了 因为它没有换行啊 没有换行的话 我们就不要I点S了 那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title list title list 对 那我们这三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都有了 那我们把这三个的话 都给大家去打印看看吧 都给大家去打印看看 来运行 所以它的一个章节名字 和我们的链接 这个链接并不完整 前面还要一个https冒号 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再做处理 那我们就把这三个东西 全部给它返回出去 return 名字 名字我们张杰链 张杰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标题的 我们全部给它返回出去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二步 获取它的一个链接 那链接得到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去获取 它想我们想要的一个图片吗 想要图片吗 漫画的一个内容吗 因为我们这里第四步和第五步 已经定义好了这个函数 所以说第四步和第五步就不用写了 直接写第六步 定一个获取它的一个链接的函数 DFget我们MGURL 那这里的话传入是什么呢 传的是我们的一个章节的一个链接啊 传的是我们章节链接 那这个的话就是获取漫画 漫画的一个URL地址 好吧 这个传入的是什么呢 章节的一个URL地址 返回呢 返回就是把我们的一个漫画图片给它返回出去 那我们怎么去写 那这里的话 还是首先去调用啊 调用 发送请求函数 get a response 对啊 把什么呢 把这个链接给它传进去 所以我们原本定义的是什么 定义的是这个参数啊 所以我们是一个形式参数 不具备意义的 那我们现在的话 只是用它占个位置 然后把这个给它给它传进去 然后的话还是一样的 获取它的一个文本 点一个text 然后呢 我们是用一个章节data去接收一下 对不对 来print啊 打印一下这个章节的一个data 那我们这里的话是 定义的函数 那我们调用函数的话 是不是改这个名字 那链接的话 我是不是要改掉 链接的话 我是不是得改成什么呢 它章节的一个链接 是不是 那我们给它 复制过来运行一下 好吧 这就是我们漫画的 那一个页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漫画页面的一个数据内容 那我们去 再查看一下 漫画的这个图片的一个链接 它是在哪个地方 那我们把这个链接的话 我也复制一下 然后呢 在这边搜索 在哪里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 是不是在这里有 那我的话 那我的话 同样用阿姨的一个方法 用正责表达式去获取 对阿姨 获取所有的一个漫画图片内容 阿姨点上一个放到 放到 给它复制过来 这个图片链接是我们要的 那我们就用个括号 点心问表示就行了 括号点心问表示 然后是从哪里去匹配的 从我们这个里面去匹配的 好吧 从这个里面那这里的话 我们就用一个mgullist的一个变量 去接受一下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它所有的一个图片链接 给它护制下来了 是不是有了 那么点击一下 点了之后呢 哎有问题了 403对吧 403forbidden的话 是没有访问权限 这里的话要跟大家说一下 这里的话 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403forbidden是没有访问权限 那老师你的一个链接 是不是找错了 没有找错 他没有找错 只是说我们没有访问的一个权限的话 像这个的话 但是我们是可以通过代码 通过代码去得到数据的 可以通过一个代码得到数据 我们要加一个什么 在请求头里面 加我们的一个防盗链 防盗链 防盗链是哪一个 就是这个reform 就是这个reform 我们前面不是只加了这个ua吗 所以说我们这个reform防盗链的话 也给它加上去 在哪里加 在我们的一个这个地方 那也给大家加上以后 那这里的话也统一的话 其实直接给大家去把这两个都给大家去解释一下 像reform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呢 reform的话是我们的一个防盗链 防盗链 就是告诉服务器 我们请求的一个链接 请求的一个UR地址 是从哪里跳上过来的 对啊 有一个来源啊 一个来源出处 这个user agent的话 对啊 这个ua 这个ua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浏览器 基本的一个身份信息 就是哪一个浏览器 哪一个系统发送过来的请求 这就是这个的意思啊 那都可以进行一个伪装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这个也给它返回出去 return 返回出去 返回 我的数据基本上都有了 就都有数据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要干嘛呢 进行一个保存df self 保存给它三个参数 一个是漫画名字 章节名字 然后的话我们的一个链接 我们的一个UR地址 图片的一个UR地址 那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保存数据 保存数据的一个函数 nam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漫画名 对对 我们张 我们图片名啊 图片名 然后呢 我们的一个图片链接 图片链接 那保存的话我们先自己定义一个 自己定义 创建 自动创建 自动创建文件夹 文件夹 啊 自动创建文件夹的话 我们先给它一个文件名嘛 给它一个view文件 文件名的话 我们啊 给它一个什么img 对吧 然后呢 再以它的一个漫画的一个名字 作为它的一个文件名 进行个 创建 然后的话 我们要自动创建的话 以一幅 not os 点上什么呢 pass 点上我们这个exer 好吧 这里的话就导入什么呢 就要导入我们这个文件操作的一个模块 os 它会自动给我们创建 pyshack pyshack一般我们用的时候会 它会这样的话 会自动创建 导入文件操作模块 导入文件操作 文件操作的一个模块 啊 OK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啊 就直接给它判断一下 判断一下有没有 这个的话是干嘛呢 这个是判断是否有 判断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文件夹的话 如果说没有这个文件夹 那我们就在下面自动创建 自动创建 文件夹 os 点上什么呢 make dr 对 把这个feel给它传进去 然后再通过我们的一个什么 再获取一个什么呢 去发送对于我们的一个图片链接 就是我们爱画的一个图片链接 发送请求 获取偶尔进制速决内容 那我们就get response 传什么 传我们这个图片链接嘛 mgul 传进去 然后呢 获取它的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数据内容 然后用一个 image content去接受一下 接下来再通过vis open进行个保存 vis open进行个保存 那我们feel文件夹 加上呢 我们那个title的一个文件名 对不对 然后加上什么呢 后缀啊 后缀的话 你不加 如果说直接放到一起的话 那我们就不加 等一下我们就给它一起搞 然后的话 我们保存方式model wb sf 然后f 点上一个write 啊 写入数据 把我们这个数据给它写进去 写入我们的一个数据内容 前面这一段的话 我给大家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解释啊 前面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文件夹 文件夹和文件名 文件保存的一个地方 保存的一个地方 以及保存的一个文件名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model的话 是保存方式 保存方式 wb的话 就是二进制保存 二进制保存 然后我们下面的话 这里就是写入数据了 写入数据 这样的话就ok了 那我们print打印一下什么 打印一下这个name和这个title 好吧 这是我们所有的一个功能函数 快 我们就写完了 那接下来的话 就给大家写一个 主函数 df 这个主函数的话 主要是干嘛呢 主要是给它作为一个整合的 主函数 整合上面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内容 所有的内容 所有内容的话 我们就首先的话 去干嘛呢 获取 获取什么 就获取这个 获取哪一个 来 获取这些 首先的话我们去获取这个 获取这个的话 是调用的是哪一个模块 把调用的是哪一个函数 调用的是哪一个函数 调用的是不是这个 这个函数 对 调用的是这个函数吧 我们直接把这个函数给它复制过来 调用一下 对 这个链接的话 我们用一个什么呢 link link等于哪一个 我们给它复制一下 给它复制一下 放在这个里面 然后把这个配具给它替换掉 这个是带配具的话 这个是代表的是页数 第几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然后呢 请求是这个 它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就是我们这三个数据内容 对 返回这三个数据内容 给它复制一下 反过这三个数据内容的话 我们就要给它同时辨立这两个 把这两个都给它辨立出来 for我们的一个 章节链接 还有什么呢 我们这个title 这个title的话 就 啊 title 然后呢 因我们的什么 用一个gip啊 把它两个给它封装到一起 把它压缩到一起 那 printer 打印一下这一个章节 然后打印一下这个title 那我们去调用一下这个函数吧 配具啊 等于什么 等于一个2吧 等于1也行 等于1也行 等于2也行 来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1的话 就是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看没有第一页的一个数据内容 然后这个链接的话并不是一个完整的 它前面还少了一个https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话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前面https冒号再加上这一个 对啊 再加上这个链接 那么这样子运行的话 它链接就完整了 看到没有 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链接 完整链接有了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就要干嘛呢 进行一个 获取它的一个内容呢 对啊 获取我们的一个漫画内容 把这个函数给它丢用一下 这第二步 获取漫画内容 是 那它返回什么呢 返回的就是我们这一个list L list 对 它返回的就是这个 那你给你看一下 它返回的一个样子 对 这是所有每一张漫画的一个内容都在这里面了 都在这里面了 好吧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字符串拼接啊 给它去解释一下 字符串拼接 我怕有些同学不知道 字符串拼接的话 直接用加号就行了 那前面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复循环 复循环便利 提取数据 这个呢 是我们调用 调用的是吗 调用我们获取 这个的函数啊 获取这些的一个函数 函数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目录页面 目录页 这个f的话就是format 字符串格式化的一个方法 把我们这个page给它传进去 把这个page给它传去 然后接下来的话 我们有这个链接的 那它是个列表 那我们同样的 对啊 我们同样得for循环提取啊 for循环提取 for ul 因什么呢 因我们这个 对吧 因我们这个里面 那它的链接就有了 链接有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直接进行个保存了 看没有 直接就调用我们保存的一个函数 来 第二用啊 第二用我们的一个保存的一个保存数据的一个函数 对 那这个title的话是有问题的 这title的话只是一个章节名字而已 我们title的话按照正常的话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 我给它一个title title 这里给个这个 用这个 啊 这个title的话 我们用什么 我给它写一个number 等于一个e 这个title的话 就是这个章节的标题 加上 什么呢 st啊 加上这个number 啊 加这个number 然后每次循环的话 number 加等于1 加等于1一下 每次循环加1 每次循环加1 给大家去演示看一下效果 我先不调用一下 我先打一下这个title 我先打一下这个title 给你们看一看效果 那 还有没有 这是它的一个名字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什么 再加上一个.gpg 它的一个文件名的后缀.gpg 这相应的一个卖方内容 它的图片就就名字就有了 我给它暂停了 那么直接给它调用这个函数就好了 直接调用这个函数 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爬第一页的 首先的话 它会给我们自动创建文件夹 我们打开这个文件夹 给它看一下 这里面的话是没有东西的 那我们运行的话 它会自动创建文件夹 看没有 创建文件夹之后的话 它还要在这里面 自动保存 我们相应的一个卖方内容 这就是我们去做一个漫画的 一个数据采集的 基本的一个内容 基本的内容 这是第114话 对吧 第一张图片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张 就是这样子 一直就可以看了 一直就可以看了 就是说我们去做的一个 漫画数据的一个采集 那多页的话 它一共有多少页 它一共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有一个多少页 它一共有 12页 对 它一共是不是有12页 12页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去做呢 12页的话 我们如果说想 给大家看一下 它第12页的话 是我们第一张 对吧 第12页是第一张 那我们就可以 你说老师 所以我想从第1话开始爬起 我现在爬后面的 那也可以啊 那也可以 我们首先给它勾建一下 给它复循环一下 for page 因什么呢 因我们的一个range range的话是从什么 从1到13 然后呢 给它从-1开始 -1开始 计数 这什么意思啊 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就会变成什么呢 从12 12一直到我们的一个1 给大家看一下 就一直是12 11 这个里的话 它-1 -1的话 因为从1开始的 那我们应该是反过来写啊 131 那这个的话是12 到我们那个0 那直接就写个12 12到0 那就反过来写啊 就反过来写 从12到0 这是反过来写 因为是-1嘛 就简易简易简易 这样子去写 然后把我们这个的 给它传到这个里面 传到这个配局 配局的话 就给它传进去 哎 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 它就先下载的是什么 第一章第一话 下载是第一章第一话 看没 这样的话 我们就相应的一个 数据内容了 OK吧 你就什么问题 需要代码的话 你们就 对啊 找 就就加群就好了 加群就好了 有问题的话到时候来问 因为的话 给大家录的一个视频 可能说有些同学 有些问题还是不太清楚 对啊 如果说是直播讲的话 你们当然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直接问 像这样的话 就挺多问题的 因为知识点涉及的比较多 好吧 其他话就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我们下次再见 OK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